尼泊爾樹人航空客機在1月15日在博卡拉墜毀 機上72人預料全部離難 救援人員已經找到空欄客機的兩個黑盒 航空專家巴奇指出 今次空欄飛機似乎在半空中失速 他解釋指 尼泊爾的地勢非常不利於飛行 空欄可能是因為尼泊爾當地的特殊氣候 及飛機師的計算錯誤所造成 停止